大家請坐 各位台灣民政府所有動心 大家平安 謝謝 很高興 我們在這兩天來 我相信在我們的頭部裡面 應該有很大的動心不要去想過的時刻 我看到這次也有 我們為國秀 國中很高興 很歡迎可以來這裡參與 我說台語應該可以嗎 兩種我們都 華語聽 用華語還是那個 都可以啦 我要盡量參辦 好 好 首先 在我們這一次的聚會裡面 我們是這堂課 我是要來分享 台灣人曾經沉睡到什麼地步 然後醒來之後 又變得如何 我們看到台灣這次風災裡面 我相信大家不知道有去思考 這個風災每一次 如果開始說 當時颱風要來 我們都有一個想法 大家都變得很忙碌 但是 坐在指揮中心的人 你說他們的心態是處於什麼狀態 所以這次很勇敢 看到大家可以這麼踴躍再參與 在禮拜五那天 我看到風雨那樣大 會感受說 哇 差點 可能會沒有人 但是來到這裡看到 每一個人 都跟各位 我相信 我們就是有這種意志 我們的台灣 走進步一天 首先 我們要來講的 就是看到 在台灣裡面 前幾天 我拿到一本 國秀的課本 國秀五年 五年級的課本 尤其他的歷史課本裡面 我大概翻閱一下 他們的社會 他們的社會 他們的課本 知道說 原來 他怎麼教育到 我們在台灣這個順序 有不中了 哪裡不中了 第一 他跟我們說 台灣 台灣是經過八年抗戰 然後打敗日本 所以變成 我們抗戰成功 台灣光復節 因為這樣的一個模式 造成 台灣人 到底是要在勝利裡面 歡呼 還是要在戰敗裡面 哀怨 我相信這是 我們心來的一個 選擇 所以在那個課本裡面 我看到一個消息 引起我的想法 他說 台灣的和平條約 舊金山 美國舊金山 和平條約 是蔣中正派 陳宜 跟這個日本 安藤利吉 兩個 去協定參與 簽訂和平條約 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 和平條約裡面 沒有中國人 也沒有日本人 這兩個都沒有 但是簽下去 為什麼變成這樣 所以在這裡看到他的課本裡面 他把他們圍一個 封筆 封起來 美國舊金山 和平條約 寫去簽訂 陳宜 再來 安藤利吉 代表簽署 而且 變成一個記號 閉口 語科 田宗提 這個題目 寫到說 1952年 4月20號 簽訂 和平條約 美國舊金山 和平條約 然後 就是 派代表 陳宜 跟安藤利吉 兩個人 在那簽訂 這個條約 空 空起來 填充題 請問 你要寫這個題目 的時候 三個空格 一格五分 你會得到幾分 這五分很嚴重 你如果牽三個 三個空格 填進去 你會得到一百分 有可能 但是 你認為說 這個不可能 你三個空格 說空格 不可以寫 可能你的歷史分數 就降到八十五分以下 不過 台灣人 有沒有人 勇敢起來說 我們不能怪學生 我們不能怪學生 因為他也不知道 包括老師也不知道 但是誰知道 你從事 教育工作的人 應該要去調查清楚 到底這個對與不對之間 老師沒有 沒有辦法 去調查清楚 他只知道 我們寫在這個東西 考慮課本 寫的就是永遠正確 還有一段 還好笑 他說 這個和平條約裡面 誰批准 講中正 他有寫一個 講中正的批准 批准令 查什麼什麼 整堆 然後他的署名 講中正 他寫在旁邊 然後 又講到 根據 和平條約 第26條 他跟我們說 緊急第26條 讓我們的台灣 順利 讓中華民國 可以簽到 中日和平條約 當然 我們踏到這裡的時候 學生孩子 都有一個想法 如果說到條約 條約 你可能會弄去 你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我背那麼多條約 我會亂掉 但是還是要盡量擠進去 對不對 但是當你有一天 你把它擠到你的腦袋裡面去的時候 你要忘記何等困難啊 甚至你在辯論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台灣已經變成怎麼樣 第一沒有思考性 我們的音樂創作沒有思考性 我記得 如果小時候 爸爸媽媽 如果帶我們看 去那個雙死國慶 很高興 你知道那個時候 雙死國慶在遊行的時候 都會唱一些反共歌曲 反共歌曲很多種 有的要行進間這樣演唱 大家唱反共 反共 反共 從大陸去一直唱 唱鬼魄 如果再走一個車輪牌 走遊行 我們勝利了嗎 好像不對 但是 教育者 他用到 競爭 我們台灣 開始要冷靜下來 在我們沉睡當中 我們沉睡在哪裡 第一就是競爭 我有一個朋友 談話當中 我感覺 他的談話內容非常的俗氣 為什麼 他在講話裡面 每次跟朋友在做會講話 他就從他的頭部 轉到他的腳 這很奇怪 每一次他在跟人談話當中 他好像沒有什麼本事 每一次看到就說 你知道我這支眼鏡多少錢嗎 我這支 很貴的 只有鏡片就幾萬 我說看得到就好了 然後各位 他的衣服 我這件衣服是三槍牌 連他的內衣 然後我看到他露尾 連穿在裡面的褲子 內褲 我這件內褲是小歪子 他說你不要拿出來我看 那你自己知道就好 鞋子又拿出來 看說他的鞋子 我就覺得說台灣人是怎麼這麼可憐 好像一直都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信心 必須從他的身上打扮 不過這個朋友 他就常常在幫我照顧 每次都問我說 鄭同學 你一年發多少 在製妝費 我說 不知道 他說你這個衣服 不穿幾年了 不穿很久 你怎麼都不穿 你一件衣服都穿很久 我說 就像我這套西裝 我跟他講過 我說我這套西裝 已經穿了大概將近六七年 好看嗎 當然好不好看 是建立在自己 你的整潔就好了 不用拿出來跟別人比較 但是台灣人很喜歡比較 我跟他說一句說 蕭萬長穿出來頂多也是這樣而已 有什麼差別呢 他說不一樣 他的西裝就要什麼牌子 什麼牌子 就在那邊比較 到最後我跟他說一句說 因為我的人長得帥 所以不用穿太好看 才打消他跟我比較的念頭 所以在這個比較裡面 產生台灣人的迷失點 假設我的隔壁也有一個歐巴桑 常常他都在看我家有什麼東西 就拿來跟我比拼 我們好不容易 去買一台西裝 他們的西裝 跟我們的陽台都在隔壁 每天看他在洗衣服的時候 就起來 你那台西裝什麼牌子 你的西裝什麼牌子 我起初都不會給他 因為我知道他的用意要做什麼 他要把你比拼之後 他要把你問一下 我們這個日本的 我們這個美國的 結果 我那台是LG的 我也不知道好到不好 然後他就開始比較價錢 我們這台比較貴 多少多少多少 你那台這樣 我買一個比較好的 在這個競爭比較底下 產生了 大家 人跟人之間 互相不會增賞 好不容易 他每天問 每天起來在披薩 你們的洗衣服是什麼牌子 你們的襲擊是什麼牌子 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了 我跟他說 我們這台 伊索比亞 他聽一下說 伊索比亞 哪裡做的 我說 伊索比亞 他說 是哪裡製造的 什麼牌子 我說伊索比亞 連續問三次 我跟他講完 他剛才打開招牌子 他說 因為他知道這個好不好 他不敢跟我比較 因為他從來沒有聽過 什麼叫做伊索比亞 我就發現 在台灣的生活圈子裡面 全部都在說什麼 競賽 尤其 這是小學生的競賽 每一次考試 月考之後 你有看到隔壁的 酥酥薄薄 每次月考之後 我記得非常清楚 每一次 若若月考考之後 他就來彎道 砰 你國語幾分 我說 九十九 我兒子一百 就回去了 來我們這裡跟他講這句話 現在他再來 又砰 你社會幾分 我說我一百 他就 沒什麼 就回去了 這樣你就知道 他們兒子可有多少 那態度上就是 往往就是跟他 跟人比較分數 好想知道 我那時候 要不讀到新台灣論 不然我可能 社會 靠起來都不及格 但是 我覺得 我已經後悔了 假使 我能夠回到 我高中的時代 假使 我可以回到 國小 國中的階段 我曾經問過我自己 如果出一樣的題目 你要不要這樣寫下去 我想了之後 我說 我覺得應該要勇敢的寫出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台灣沒有打仗勝利 那老師說 打差 那就 就以分數 來突顯 這個問題 甚至 整個社會 還是歷史 科目 打個零分 讓我們去宣揚的時候 這樣事情 是不是可以 更成名 更快 但是 一個人的力量 絕對不夠 在這裡 我們要去思考 去思考 我們今天 要不要 去承擔 這個責任 當然我們這裡有學生 我不能跟他教 你回去也這樣寫 那若口齊 連扣不住 那就麻煩了 算是 在競爭上 他用這些 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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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閉扣閉扣閉扣 我們大家打起來 就能去思考 思考 什麼事情 會扣 我們就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樓尾 你不知道有發現 你背上師 三百首 三百首全部被背了 你面對到一個困難 有辦法解決嗎 你如果人生 遇到一個處境 很不好的時候 你把它揮揮 唐詩三百首 你把它找出答案嗎 找不出來 因為 唐詩三百首 還是他們中文 那種華語的詩詞裡面 全部所介紹的 可以說一句話 就是 整個 都是在給你 敷衍 像在給你打太子 這樣給你 塞到旁邊去 給你 好了不要想太多了 不要想太多 但是他裡面 只要把你交友一項 你就是要愛國 我們每天都去想看 我們的國家在哪裡 老師這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的國家在那邊 遙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唱很多歌謠 有一個叫做 在那遙遠的地方 一句結合 有一位很美的姑娘 在哪裡等我們 在萬里長城那邊 在等我們 做什麼 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 所以你看看這種詩句 一直出來的時候 教育上的競爭 在四處 全部的學生 如果開始一直沈睡 一直睡 你不知道去想過嗎 當小朋友 開始在學唱歌的時候 他說學的歌很奇怪 為什麼在卡拉OK上場 從來我都沒有看過 台灣有兒童的合唱團 在社區裡面 也沒有看過 有兒童 或是說人聲合唱的部分 現在的歌唱 你要聽過合唱嗎 有聽過四重唱 還是二重唱 好像很少 都是什麼唱法 個人獨唱 個人獨唱的唱法 會產生一種競爭的心態 這是第二項的競爭 他用這個競爭 就是說 好 讀書 如果讀不完 不然我來唱歌 你有覺得現在年輕人 就是這樣嗎 如果比較沒辦法讀書 如果不會贏人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來學一些知識 來唱歌 歌唱訓練班 然後很多歌星開始打扮 有的國中生開始打扮的形態跟歌星都一樣 我看到很多學校的 我在小學 在單課的時候 上課當中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 他們整天 就是這樣看那種 那種少女雜誌 當然我不是說這不好 是感覺他們每天這樣看 看一家一家的時候 我問說 同學你打算做什麼 他說我打算要做歌星 跟他唱歌 你知道一個國小六年級 他起來所唱的歌 我說來來來 因為在國小的上課 他的音樂課都是同才教育 都是吉任老師自己打 有一次 我看上課的時候 你知道 學生自己說來 你上台唱歌 老師打分數 結果他上台 喔 你知道我第一次聽到 那個女同學唱的歌詞 不是一個而已 好多個 他說 那個歌詞很長 我也表他起來 他說 這個歌詞就是 如何 了解 愛情受傷的傷痛 他的歌名就是這樣 我不會唱 抱歉 我不會唱 我就說 奇怪 一個國小六年級 都唱一種歌 一直唱一直唱 唱到落尾 他的形態會變成怎樣 我給他看他的展現 開始往這個演藝圈裡面 但是演藝圈不是說演藝圈就不好 其實演藝圈裡面 你如果展現你的才華也不錯 不過那個叫做才華 都不是 都都是變成 要有一些 展現 那展現實在是 變成三八年 我剛才跟他說 你們現在 你開始學這些唱歌的時候 你會產生 很多很多迷失 這就是給我們的小學生教育 然後我才知道說去其他的班級 看那個老師在教音樂課 那很簡單 那很簡單 那現在如果叫我去教音樂課 我買那個 看一台那個收音機 然後就看學生提供MP3 就把它放在講座 就把它Play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報紙 那個聽完 音樂課就上完了 我們的孩子 沒辦法受到樂理的基礎 唱歌沒有樂理的基礎 這不叫做藝術 因為那唱出來的歌都變成雜音 都變成讓你聽起來 插人 這樣而已 很吵鬧 你不會覺得那種舒暢 接著 這不是衛國小 我隔壁有一個朋友 他開始 去到他們家的時候 他教他們三歲 三歲的小孩子 還很愛展現 那個孩子 我不知道現在三歲 那位小朋友 小妹妹 你如果叫他說 來來來 叔叔來到這裡 你唱你哪首的歌曲 他馬上去卡拉OK Play 然後就開始點曲 你不知道他點什麼歌 他說我唱一首 我唱一首歌你聽 聽到的時候 他唱下去 我對頭唱到之後 他這樣肢體圓 這樣搖 三歲而已 你如果說 他是唱那個鵝歌 我感覺說 這個孩子健康活潑 結果他唱什麼 愛人家對人走 我說愛三歲 孩子要唱一首 愛人家對人走 然後 我說 你還有別秀嗎 有別秀嗎 他說我幾個手 第三杯酒 我說好 別秀嗎 這樣就好 我知道了 在這個過程 三星什麼樣 三星 台灣人 為孩子 開始 就可以 教育說 你要一直沉睡 你不用去想國家大事 第三項的沉睡 就是變成在選機 選舉的沉睡 相當地我們的政策裡面 每一個村落 都有一個部落 都有一個村長 這個村長 到了選機的時候 你不知道村民的反應 都什麼樣 還是李民 每一次都去村長 他們都說 村長 我們這次要選什麼人 去那邊問 村長就說 好 等一下 我們這次 本村長 要團結 你知道嗎 從來都不在調開 李民大會 還是村李民大會 都從來沒有 如果在選機的時候 他就造極 就送那個肥皂 那個香皂 送什麼 本本的 村里長 就開始說 各位 我們這次 就要團結一直 支持什麼人 請問這個 叫做選機 他開始 將所有人 召集起來 然後 開票當天 他召集 所有人 一一一拜訪 這樣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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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拜訪 結果開票結果減一票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全村的人 我們在南投的村莊 看著我怕一張 說奇怪 怎麼減一票 那個村莊 總開始 我們裡面有無合群的人 竟然沒有來投票 要查出來 這叫做選舉 不可以喔 投票是依照我們的意識去投的 結果投了 他說這個人要查出來 開始一直很狠 接來領票 領票 領到最後 什麼人沒來選 他自己沒選 所以你看這真的是一個 競爭 而且這一點還不嚴重 開始產生這個村莊跟這個村莊 你知道候選人他厲害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每一次來到這個村莊 他就說 你們這個村莊 我感覺你們的表現 這次得票率相關第一名 就跟他表揚 表揚第二名也想要做第一名 所以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想要變成村跟村 你跟你之間的競賽 一種不用比賽規則的競賽 開始大家在拚什麼 拚看待一個開票率最高 我支持率相關 我們在這裡就變成第二次 沒有思想 想到嚴重 在我們的娛樂 也跟我們教育說 我們開始已經睡著了 在我們的娛樂裡面 變成說 在校生 我記得每一次雙十國慶 那雙十國慶應該都會做電影 我小時候每一次看這種電影 看到會不會笑出來 還是會哭 因為每一次放電影 放到大家都不歡而散 為什麼 因為雙十國慶 就都開始說 今天有電影 大家要來看 你知道他放的電影都放什麼樣 如果愛情戲就是有 婉君表妹跟建平表哥 如果武俠片就是 老師父去用打戲 改天就報酬 都是類似這兩種 我一次看到婉君表妹跟建平表哥 覺得奇怪 他為什麼都把背景場景都給他勸進去 中國 都沒有在介紹台灣 但是中國尤其有一個徐志摩 我們的老師都說 這個是偉大的詩人 他的詩寫起來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我研究之後 你知道徐志摩這個人 我看起來 他跟他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跟他划船散步看行車 划船這樣而已 還領費票 爸沒錢還走來 他那個大太太就開始 又嫁錢 一直 那房子都倒掉了 他又嫁錢一直嫁錢 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不過我們為什麼要羨慕徐志摩這個人 那如果說起來 我們這裡是根本他都人渣 在我們的教育裡面開始讓我們一直去思考 一直想一直看 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一直去追求那個虛幻的成功 不是真正對人類有幫助的成功 真正的成功是要對到人類 我們對到朋友 對到這個國家 對到這個村里 沒有幫助 這樣有用嗎 沒有用 你考第一名是你們家的事 所以在這裡 我們漸漸的被通話 尤其那個電影 大家 都去嚮往到那種 很高尚的那種愛情戲劇 愛情戲劇做到 讓你覺得這樣 我看到很多阿公阿嬤 看那個愛情劇 之後就很可能 在那裡流眼淚 不過我看的時候 我說這種劇情 看一次你就不會再看 因為那個設備不是很齊全 常常那個 那個錄音 你知道以前的電影都要怎麼播放 以前是 投影是投影 後面一台錄影機 一台錄影機在那裡播放 布曼就是用這樣飄來飄去 這樣搖來搖去 那看就是很辛苦 連那個女主角 我一次看到那個男主角 他們兩個就是在談戀愛 結果布曼這樣打去 搖來搖去 那聽起來變成什麼樣 那個女主角 怎麼問那個男主角說 你的立場真的那麼堅定嗎 這樣 你問說我們兩個愛情有沒有堅定 結果布曼這樣搖 布曼搖 然後搖起來變成 我問你你的立場那麼堅定嗎 那男主角總會說 對 我的意識絕對不動搖 那就搖來搖去 連接電 就這樣搖 布曼這樣飄 我們就是一直看這些東西 所以 有一次我去朋友的家 他在看 很好笑的東西 但是看了 我才知道 在我們台灣的教育裡面 頭腦就是潛移默化 一直變的樣子 首先 我們來看這個 有一個戲劇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你看到 我們來再討論 你看到感想什麼 很快 我們請 掌聲鼓勵 謝謝 非常謝謝您 各位現場的嘉賓們 大家晚安 很高興見到您 尤其是我 現在站在舞台上 看到豬哥亮 豬大哥呢 我有一份莫名的 滿足感 也很高興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句有什麼意思 我站在旁邊 你有滿足感 你的意思是說 我站在你的旁邊 你會很漂亮這樣 沒有啦 我剛剛講過嘛 我看到你 我很高興 很高興啊 啊 高興你說 很高興就好 你怎麼說 我站在你的旁邊 你有滿足感 意思 我站在旁邊 你的旁邊 你的旁邊 很漂亮 不可能 我站在你的旁邊 可能你的旁邊 會比較高興啊 你怎麼這樣講呢 嘴巴大呢 適合唱歌啦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旁邊 我父母在生 我一直很不正願 對不對 你們老母很久 來生 我們老母對你們老母 對你們老母 因為你們老母 可以去叫外國人 來盜藉 我們台灣人 可以在旁邊生 這樣你有什麼 你怎麼這樣子 我說我看到你很高興 這樣一直這樣嗎 你不要說那個話 我來向人 對不對 因為我的旁邊 我自己了解 我做敏感 你太討厭 我就知道 不是啦 看到你很高興 怎麼會有個原因嗎 看著你 對自己頗為滿意 好… 我不要看人家在家裡 在家裡 在看人家 很漂亮 我在家裡看 關你什麼事情 我怎麼說什麼事情 我是說 如果要教你的老婆 人家 要學你的菜式 比較難學 沾不白 怎麼會這樣 會補風啊 你如果不用擔心 我不會去沾你了 我還給你沾到 我憑說 我給你須牙 你不要這樣 我會沾你 我感到我會不會去沾 不會去沾到 我會不會去沾到 我會看你 要去沾了嗎 沒有想到 我會說話 怎麼啦 要怎麼就來了 你身體 看來你身體 你身體也吃油 等你 你在幫我搶頭 沒有啦 你這是對一張 豬哥亮 豬大哥 嗯 這麼大的場合 這麼高級的地方 你風問也比較好聽 什麼哪一間的 就沒在騷子 你應該講說 賴小姐 請問你是哪裡人 這樣才對 哪裡人喔 不是人 是人 什麼人就對了 對啊 哪裡人 什麼 你要問我哪裡人 是 你是要問我爸爸 是我媽媽 是我阿公 還是我阿嬤 不一樣嗎 都說來聽聽看 你要記住 沒有你會留意 聽清楚 我爸爸是美國人 我媽媽是台灣人 兩個人結婚後 我帶台灣生 所以我中國人 現在我講我爸爸這邊的阿公 我爸爸的爸爸就是我阿公 爹國人 抓我阿嬤 美國人 所以美國是我爸爸 所以我爸爸生美國人 你記得齁 請問我媽媽這邊齁 我哥媽就是我媽媽的媽媽 我哥媽是日本人 叫台灣人 我台灣生我媽媽 所以我媽媽生台灣人 我爸爸再跟我媽媽結婚 這樣我哪裡人 你現在知道齁 我現在要找什麼人 我又怪你去找什麼 喔 我不是聽到人的人 來玩 亂這個行 這樣 怕死人 這如果要和你公錢 很財產 不太多賣好 為什麼 在台灣跟你們老婆說得好 就在美國 你們老婆看到他們沒有 買了就去日本請到你們阿嬤 你們阿嬤 你們阿嬤就好 生了就去到德國找你們阿公 請聽說不好 財產破產 喔喔 我如果娶你 生兒子 麻煩喔 如果要背望 那就老了 在台灣背老母背了 現在就去到美國背老爸 老爸背了 現在就去阿嬤那邊背 去日本 日本背了 再去德國去背阿公 那背到山西南就做兵 替我 他要亂下來 現在背年紀都很方便 要那麼久 對 那背年紀又來背了我三次 不要麻煩 喔喔喔 那就亂了 那就行 給你們老爸 算美國人 阿公 德國阿嬤 日本 媽媽台灣 你應該老爸 美國人應該要熟老爸的生 你怎麼會生亂 是你老爸老母 怕 其他人不懂他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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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羅康人 的話 pos helped here 你說怎麼會… 修羅康人 什麼修羅康人 puts around 不是等你 道 cho you 我剛剛講的 我們阿公 是鐵國人 對吧 鐵國人 正在你在講我的 話應該是 德文 太遠 Lich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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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就是Tammy Lichtenberg Tammy Lichtenberg 因為Lichtenberg這個字太長了 翻成中文叫李琦頓寶 那李琦頓寶呢 再加個佩霞 這名字實在是不好叫 所以我媽媽講說你竟然生在台灣 長在台灣是中國人 就應該要有一個中國姓 所以我叫他媽媽的姓 你媽媽姓就是 傳媽媽的姓就對了 但是我一出了台灣之後 我就回到我原來的身份叫做 Chemmy Lichtenberg 喔 老伯給了李琦頓寶 對 我的姓 你給了Chemmy Lichtenberg 媽媽咧? 我剛才告訴我們阿嬤日本人 小時候都叫我媽媽叫Tamiko Chemmy Lichtenberg 李琦頓寶 帶Tamiko 生賴佩霞 好記住 不錯 喔 現在加完 就還打我的聲音就麻煩了 怎樣 就Chemmy Lichtenberg 李琦頓寶 帶Tamiko 生賴佩霞 叫豬高梁 豬高梁 豬高梁 啊 如果先聽不懂就不懂 Chemmy Lichtenberg 李琦頓寶 帶Tamiko 生賴佩霞 叫豬高梁 豬高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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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不知道 亂這個行 好好了解就好 千賴 你撞了 來 李琦頓寶 好 好 時間很好 我們看到一首國語老歌 我們看到這個劇情的過程 我們有發現一點很要緊的 就是一種台灣人 那邊的台灣人來代表 一個結婚結婚的人 哪像就是台灣人 一個像小丑的角色 在那邊講話不正經 像超廳 人讓我們感覺起來 哪像說 喔 這台灣人的形象就是這種 相對 他看到剛才那個小姐 他一直跟你強調 又教育 又跟你講 中國 跟這個 是我們日本人跟台灣人生出來的 孩子變成中國人 我們無形中就知道說 喔 原來 我們這樣 在笑聲 在笑聲 在快樂的當中 我們怎麼都不記得聊聊 今天這個社會學生也是一樣 將來我看到 很多美國 還是外國 他們很多人 他們所經營出來的傳記 尤其我簡單說 我們講到林肯 他在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這個時候 他的堅持的點 就是拒絕到 人的尊嚴 人的人權 南北戰爭 林肯總統 為什麼他會去引起這個戰術 在我們這邊 哪像說 那就是 無和平 用無好法來講 所以 真好笑台 其實不是 林肯總統 為了要討伐黑人 他用多少這個身體 來開始 用這樣去改變 尊嚴 林肯總統 如果沒有討伐這些黑人 人的尊嚴 人的人權 就不去了 他沒有去寫到 林肯總統 所經濟的事情 就是 他一會去看到 人在買黑人 一個媽媽 黑人的媽媽 帶一個小孩 他一直去跟 拜託的主人說 拜託的 你如果連我 要買的時候 將我這個小孩 也照相 順便買過來 讓我可以 跟我的小孩做會 這個主人說 不行 你知道嗎 因為我 還要多養一個小孩 你敢知道 一個黑人 一年的伙食會 是五十二塊美金而已 一年 五十二塊美金 是這麼久 就不來那些錢 但是 他用五十二塊美金 他說 沒關係 我吃得少 請你送我的小孩 我只要可以送我的小孩 做會 就好了 所以他也賣 當正人在那 開始在表 這個黑人要買多少 這個 十塊二十三十 一百兩百 一直花的時候 一個人 轉去跟他說 我一千塊美金 都外賣 外賣五百六百 一千 就把這兩對母女 都買回來 當他買回來的時候 這個犯 人犯 這個你買人的 這個人口犯 就跟他說 來來來 既然你出這麼高級 其實這兩人買起來 不用到 不用到 一千美金 那差不多 剛才發到五百 五百 你如果有六百 就買了 是怎樣 你怎麼用一千買 所以你這麼高的 價錢給我買 我告訴你 要怎麼管理這個黑人 他說 你回去 三天都不要給他吃飯 等到第三天 再用一些東西給他吃 就是給他警告 後來你就是要這麼痛的 我才可以食物給你吃 他用食物來給他控制 這個人回去 他說 你不用幫我教 回去之後 你不知道 這個有錢人 有錢人買回來 他怎麼去 關這個黑人 黑女 他說 你自由了 這是一個文學裡面 叫做庚 裡面 台灣人 你會去想看看 當你有那個氣力的時候 你用到你所有的氣力 去跟一個人說 你自由了 你得著自由 我相信 這筆任何的管理 你想 這兩個媽媽 黑女 這兩個 這樣兩個 他敢給他背叛 我相信不 他說你自由了 所以我們在台灣裡面 將來沒有看到 受到疲別的人 有人出來跟我們說 來 我幫你 承擔 你自由了 所以在台灣 每一個人都做到 說 大家都怕 開始要去競爭 我竟然 嚇人去修理 那個起跑點 所以我就開始要跟他說 你要做 開始鬥爭 這都不對 但是我看到我們的 教育課本裡面 將來都沒有要將 這方面的人權交易 交易 交易在我們孩子的面前 都交易什麼 華盛頓 你知道他的世紀很偉大 但是 他只跟你說 他是哪裡偉大 撤掉櫻桃樹 這樣而已 像砍櫻桃樹 說已經誠實 所以還做總統 我在孩子 我在孩子的時候 我在想說 老師都一直跟我說 你看 我們就是要誠實以後 才可以當總統 我跟各位說 我 從孩子開始 我聽到很久的 我都很誠實 但是 每次說誠實的 我都去用講 就去用命 就去用 涼桿跟我說 我很誠實 我是說 我誠實 我當總統 不太好 我做那個開始 我一直很誠實 誠實到什麼程度 誠實到 每次 大人都變成說 你這個孩子不好 因為我誠實到什麼程度 那警察來問說 你們這裡哪裡 我都帶他去 就是在這裡 甚至那些是我報警的 所以在那個村莊裡面 你就知道說 我們 今天的教育是什麼地方 不對 誠實 華盛頓 他的講求 是誠實 我感覺不是 他的真水的精益 就是在代表說 華盛頓 美國首任總統 他是用到 人權好平 來建立他自己的國家 台灣就是欠貴這種 不過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這裡完成之後 我相信 這種人 不是沒有 是沒有去發覺 台灣 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 都有心動真意來的 他的國度 但是 我們都去用 蓋住 一直沒有去挖掘出來 我們才導致 今天 所有地球 都總是虛幻 走 在地球的第一名 都總是 無路用 空氣的 每次 在比賽的東西 都總是 叫我去比賽 歌唱比賽 冠軍 我跟你說 我去比十堆不得到 因為 不是我嫌慢 我們去比賽 也不得到 是因為 我們不夠三百 所以不得到 這就是我們的看法 不一樣 在這裡 我們大家勉勉 在這個接政權 裡面 雖然時間 我們會很驚訝 說 我不知道會效果 相信 在美國政府 美國總統 他們開始 美國獨立戰爭 那個開始 他也相當 很多驚訝 他也覺得說 我們來獨立戰爭 不知道會贏的書 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這個信念 華盛頓總統 他說 只要 我們如果 聽修這個土地 我們的國家 建立十地 很健全 你用到聽修土地的心情 這不是在 浪漫的問題 是你有願意 聽這個土地 這樣我們就可以成功 今天最好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加油 還有努力 今天三課非常好 謝謝 謝謝 請客氣 走 下課會好睡10分鐘 好 謝謝大家